这场重新找回胜利的感觉 或者是拿分 这是武汉三镇今天首要的一个目标 高天免教练带领武汉三镇 征战亚冠联赛的小组赛的比赛 第一场主场打普和红钻的比赛 打的其实是非常的精彩的 那场比赛打了一个2比2的平局 然后第二场客场输给了普向 接下来背靠背要两站和内 武汉三镇想要在亚冠赛场上 有成绩上的突破 这是最好的机会 就往边路转 大连人队的防守权 及时倒地把这球给破坏出去了 戴维森现在出现在前腰的位置上 来组织球队刚才的这一次反击进攻 思路还是打的比较清晰的 镜头对准了谢辉知道 在中超联赛当中 年轻的个性少帅的代表人物 武汉三镇队在中场连续的传递 带来人队开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打得很积极 中场位置压得比较高 逼得也是很紧 球转移到边落 球转移到边落 武汉三镇队整体的位置呢 也是压得非常的靠上 刚才双方在边落争抢的过程当中 裁判吹了武汉三镇队球员的犯规 再看一下这是球已经先踢走的情况下 没有能够收住脚 直接踢倒了特索涅夫 大连人队呢 今天这场比赛打的是一个双中位四后卫的阵容 门将的位置上三十号五眼 然后呢 在后防线上 他的两个中后卫是六号王宪军 还有十四号皇家辉 然后左边后卫是十八号何宇鹏 右边后卫由十一号曼八回撤来担任 中场五号五尾 负责打在防守型后腰的位置上 在他的身前分别是三十一号吕鹏 还有十七号慢坐鸡 左右两个边路交给十号特索涅夫 还有二十三号商业 封线上三十九号老将严向庄 顶在进攻线的最前面 这是今天这场比赛 大连人在场上的一个排兵布阵的情况 之前我们也提到了 主力进出啊 位置压得比较靠上 刚才在中场也是阻挡了武汉三镇 从后场向前的出球 15号江志鹏 今天这场比赛江志鹏打在左路 他和曼巴两个人会有更多的这种对位 二十号高准一 往中场的传导 眼顶号现在收回来 来做一个接应 北球长川球想要打两个后卫结合的这个位置 直接去找前插的十一号戴维森 效果并不算是特别的理想 阿奇兹 开场打了九分钟的比赛时间 武汉三镇队获得了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角球 来看一下角球的效果怎么样 8号眼顶号来主罚 对球选择打前点 在这一侧继续还是武汉三镇的角球 防空警报对于大连人队来说还没有解除 人行高准一球队 球队这几个中后位现在都已经上来了 角球打前点 阿奇兹顶到了这个点 但是最后顶高 连续两个角球 眼顶号选择的主罚位置都是前点 再看一下这个球 这球还是高准一回撤 然后阿奇兹向前去冲着抢这个落顶 进攻的思路应该说还是打成的 但是最后攻门这一下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球直接挺高 武汉三镇的先发阵容的后防线上门降的位置上 22号刘殿座 刘殿座的身前20号高准一 23号人行 还有26号贺冠 这是三个打在中位位置上的球员 左右两个编译交给了15号江志鹏 还有25号邓寒文 中场的中路是8号严顶号 搭档21号合超 进攻线上9号阿奇兹突前 在他的身后分别是11号戴维森 还有30号谢鹏飞 两人分局左右 开场打了10分钟 双方在这10分钟的时间里呢 其实都不算是制造出了多么有威胁的进攻 毕竟经过了两周的国际足球比赛周的间歇 在重回中超联赛的节奏当中 双方要慢启动一些 特索涅夫往边路分 大连人这边边后位上来了 特索涅夫传中球给到中间 中路两个人对于17号曼佐基的甲防 曼佐基没有能够起跳啊 并没有能够在中路抢到这个点 大连人员 好大连人队第二梯队跟上的球员 虽然快速到位了 但是这个球传的位置不好 好在后防线上 关键时刻王宪军把球给破坏出去了 这球真是差一点啊 原本你前插的很及时 但是你拿球之后的处理球 显得并不是很冷静 直接把球打在武汉三镇球员的身上 而且是向本方半场反弹 这其实是挺危险的 武汉三镇现在在中场能够获得球权 然后把这个球打到大连人队近区前沿的这个区域 然后就感觉这球就在这个危险的地带飞来飞去 但是再往前想要实质性的去深入一步 目前还没有看到 暂时没有能够打出来 外卫直接一脚打门 这脚球打得非常脆啊 势大力尘 来自于戴维森 比赛打到14分钟 这是武汉三镇在这场比赛当中所做的第一次的射门尝试 戴维森横向内切 直接起脚打门 这球打向了球门的正中间 稍稍高了一点点 算是做了一次比较有意的进攻的尝试 大连人队的防守球员14号黄家辉 在禁区中路把这球直接解围了 这段时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武汉三镇的进攻开始逐渐的向前去推进 推进一点一点的给大连人的后防线施加压力 这球先是在禁区前 然后现在已经能够推到点球点附近了 好在大连人的后防线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而且保持的非常的严整 几次呢都是在关键的位置上 有关键的球员出现 把这球给破坏解围了 万八保护了一下 让门将无眼出击 把这球稳稳的拿到 现在是大连人队的反击机会 在边路的这位置 万八自己选择横向内切 这节奏啊 其实并没有能够很好的掌控下来 等商隐再上来 进行一个拿球的时候 武汉三镇的防守球员其实都回了 吕鹏在进去那 也没有能够很好的把这球控制住 比赛达到17分钟 裁判这球是吹了武汉三镇队的犯规 在边路的这个位置呢 何宇鹏助攻上来 脚下始终保持着对于皮球的控制 然后是邓涵文回撤 对他的防守 手上和脚上都有动作 大连人运动战打得不甚成功啊 看看定位球的效果怎么样 认一球直接往中间给 大连人运动战打得不可能 大连人现在在中场 把自己的防守阵线集结起来 并不给武汉三镇在中场的这个位置 轻易的拿球传导的机会 刚才后防线上几次出现了一些险情 现在把自己的防守这一线往前提了提 刚才是拍到写的人 在这等线上方的这一线往前提到了 我们在这一线往前提到了 到了冬场 Pathfinder 我们在线上的人会 是我们在这一线往前提到海线往前提到 跑车电丹在城里的关系 我们在这一线往前提到 《本队》无法提供的车夫隐杓 到一观看4将 外国道座 上对一线往前提供 态度外人运动 高准一往中间改 这个分边啊 视野非常的开阔 做的效果很好 江志鹏给戴维森 戴维森再往中间传 眼领号视野继续很开阔 大范围的长船转移 给到远端 特索涅夫这就别摊手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好 这球给进去了 有没有机会 主裁判失忆 这个球并没有犯规 让戴维森迅速的起身 迅速起身 刚才这个球呢 武汉三镇实际上在两个边路 把球的调度做的 其实是非常的合理的 眼领号先是地平球 分向左路 然后呢 球转移到他的脚下之后呢 在大范围的长船转移到右路 然后再去船中 找中路的特索涅夫 武汉三镇在不断的拉扯 大连人中路的这个防区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几次啊 武汉三镇最后突乾 在禁区内和大连人队的中后卫肉博 去抢点的是戴维森 如果是阿奇兹的话 是不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当然这个赛季关于马尔康里队以后 阿奇兹的到来 两个人在封线上的这种打法特点 不能够平替 在这个赛季的上半程度 我们就不断的在讲 然后呢 后半段 马尔康回来 看一下这个球 在边路 江志鹏 刚才是斜向杀入到禁区内 大连人队的防守有犯规 艾昆刚才的位置不错 就在禁区的边缘 视线没有受到遮挡 思考了一下之后 然后果断的做出了判法 所以武汉三镇刚才这段时间里啊 这种频繁的大范围的转移球 在调动大连人中路的防守 这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的 终于是让大连人的边路防守 面对又一次高空来球的时候 盲中出错 刚才曼镜头也是给出了 两个角度的补充说明 裁判的判罚 虽然还要再和视频助理裁判 去做一个确认 但从刚才两个角度的直观感觉 来看艾坤第一时间做出的判断是正确 阿西兹现在站在12码点前 裁判也是失忆 在禁区内的球员 这时候要到禁区外 刚刚无眼 面对这个点球 能不能在守门员的位置上 能不能在门线上做点什么 对于大连人来说 想要暴击 最后三轮 每场都是决赛 每场都是至少要以拿分为目标 20多分钟 先面对一个点球 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 好 视频助理裁判也是认可了点球的判法 现在阿奇兹助跑 变换节奏 打向中路 武汉三镇在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的时候 利用点球的机会 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在双方20多分钟的缠斗时间里 武汉三镇是一点一点的 把自己的进攻线推上去的 而且打得很耐心 面对大连人中后场 人员比较密集的防守 武汉三镇队的这种调度 边中结合 一直打得很耐心 也终于收到了效果 这球江志鹏前插 然后在边路的位置上 商隐回来协助防守 江志鹏越过了他 位置已经抢到他的身前了 然后商隐 就是随意踢出来的这一脚 直接碰倒了江志鹏 而且是在禁区内 这么要命的一个位置上 主裁判判罚了点球 阿奇兹主罚命中 武汉三镇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阿奇兹主罚命中 现在对于大连人来讲 这个丢球以后 他们在场上的既定节奏 要不要调 做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之前大连人队虽然是主场作战 但还是把更多的兵力 集中在本方的半场 但现在比分落后了 进攻一端 只有严相闯一个老将图前 是不是不够用 两个边路的进攻球员 要不要有更多的参与 现在协会知道和球队 就必须要马上去做一个决定 就必须要马上去做一个决定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往边路转 上瘾这一侧在向前推进进攻的过程当中 手上也是有动作 今天他和江志鹏两个人在这一侧的攻防 纠缠在一起的画面很多 这也是追不上顺手带了一把 心情确实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大猎人还是要更好地 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在场上长传球的使用 大猎人这边是22次成功了10次 而武汉三镇长传球的使用只有6次 双方在场上的这个数据对比 其实很突出地表现出了这20多分钟的时间里 双方不同的打法 阿奇兹这是他刚才外围的那球远射 球最后是江江的偏出了远端的球门力重 大猎人现在呢 这球虽然是断在了脚下 但是接下来右手转弓的这个处理球太过于着急了 那边路这等于直接又把球权交还到了武汉三镇队球员的脚下 戴维森和阿奇兹连续做配合 这球给到了边路的空档区域 可以打了 直接起脚打门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14号 黄家辉回到了球门线前 把这球给挡出去了 这绝对是救命的一档啊 武汉三镇中前场 这个地面传接球的能力非常强 从左到右连续的传递 直接就带开了大猎人队防守的空刀 让邓韩文在右路获得了一个极佳的射门机会 刚才这多亏是中后卫及时的回到门将的身后 救命的一档 避免了大猎人更多的丢球 救命的一档 这一球留电座直接出击 把球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颜想闯一个人顶在进攻线的最前面 现在确实打的还是相对的比较辛苦啊 打得更多的丢球 上半时比赛进行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 武汉三镇凭借着阿奇兹的点球命中 1比0的比分暂时领先 大连人这个长传球来自于曼巴 打的有点太想当然了 好的中路屡棚断球横向的摆脱 没有找到更好的传球空间 这时候再往边路送 特索涅夫这种传中球啊就太例行攻势 特索涅夫把球直接往中路的这个区域去传 但是在这个区域呢 对方的防守球员和你的进攻球员 位置基本上都已经站定 武汉三镇 变路的进攻又来了 跌到中间 谢鹏飞 这谢鹏飞这球跌跌撞撞 还传到了邓涵文的脚下 戴维森有机会 打门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 武汉三镇这是一次从右路发起的进攻 大连人对中路的防守啊 这真的确实比较忙乱 人数足够 但是呢 没有很有效的去组织起中路拦截的防线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再看啊 那一瞬间四个人防守 但是呢 谢鹏飞向前的这个传球 还是到了邓涵文的脚下 然后邓涵文带出了对方的一个中后卫 然后还能再把这个球半高球给挑过去 另外一个中后卫王宪军想要去跟戴维森 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你转过身 然后去跟正向前插的戴维森 这难度极大 另外边后卫这边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防守 就是你看起来 大连人禁区正面的这个要冲地带 防守的人员有 但是有效的防守并没有能够做出 32分钟 武汉三镇再下一城 场上的比分来到了2比0 武汉三镇客场两球领先 这传球这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啊 贵的是严相闯在前场 发应非常的快 把这球又断回到了自己的脚下 这样才能让大连人去形成一波进攻的机会 双方现在的射门次数之比是0比6 打在球门范围之内的射门次数之比是0比3 大连人目前的进攻 还并没有能够打出自己的张法 镜头也是对准了场边的谢辉指导 有的时候你到了赛季这种关键的时刻 强调球员在场上的斗志 强调拼劲 这肯定是一方面 但是当你在场上可能击战术的能力上 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差距的时候 有一些不是人力所可能为的 是否会增加了价格的速度 特别加了价格的速度 不是人力所可能地高大运的 ホoring有的四方面 是增加了价格的速度 这是增加了价格的速度 在投降 电台期中 对自己增加了价格的速度 是增加了价格的速度 是增加了价格的失格 也会在海派面 掌托 пож熟 不少 我们现在的水 在冰架这些帐理 35分钟的时间不到 武汉三镇两球领先 这个课场应该说整个节奏 武汉三镇到现在为止 打得还都是顺风顺水 这是大连人一个好机会 在边落抓住武汉三镇 对防守内部的孔当 送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传球 射门的角度比较小 还是被挡出去了 对防守内部的孔当 长传球直接去找商业 现在呢 大连人这种零敲碎打的进攻 对于武汉三镇整体的防守来说 压力并不大并不大 压力并不大 我们下降 严顶浩 今天这场比赛 严顶浩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对于整个球队进攻的梳理 截止到目前位置 打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当然大连人队 整个防守的阵线 前半个小时退的稍微的 有点靠后 给严顶浩这边 看压力并不大 别录 我也这边上来了 还是这种传中球 你这种传中球 哎呀 你所能够寄希望的 就是第二点 严顶向闯或者是慢走机 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快 比较勤勉 然后把球断下来 再发动进攻 但是这种断球 它有更多的意外啊 和你按部就班的 组织起来的进攻是不一样 刚才的这种 刚才的这种45度角的高空球 其实不管是慢走机 还是严项闯 两人谁顶在前面 拿起来难度也都比较大 跳船 投球点过来 这球再往边路送 伤野 边线球 严项闯 交给身后的伤野 传中往里送 效果依然不是很好 如果只是主打 这种传中球的话 那现在武汉三镇的防守 是有免疫力的 这球错进错出 武汉三镇 没有办法再发起反击了 想要把球再交到 前场队友脚下的时候 大连人队的防守球员 先出一脚 把球破坏 戴维森 横向内切 正面可以起脚了 戴维森没有起脚 而选择了在中路这个位置去传 大连人队刚才中间防守 还是比较密集的 把这球直接破坏出去了 刚才戴维森那个进球 也是一下子给武汉三镇 吃下了定心丸 上半场打到现在 40分钟左右的时间 武汉三镇2比0 暂时领先 刚才主裁判艾坤 这也是到了场边 看一下啊 何超刚才是和商隐 两个人在场边的一个争夺 何超倒地的放产 然后可能对于裁判 接下来 尤其助理裁判 在接下来的一些判法 有自己的看法吧 大连人队 这是进攻的好机会 还是传中球 投球过满球进了 要在运动战当中送出这样的传球 你如果一直都是刚才45度角 那么摆好了去传 机会是不大的 但是现在 左路的进攻 大连人队改变了自己传中球的方式 这球编中结合 打的时机恰到好处 42分钟 大连人队刚才的这个进攻 帮助自己的球队破门得分 再看 这是曼佐吉脚下发起的进攻 这球传的位置特别的好 然后给到了边路 特索涅夫的传中球 武汉三镇的球员 可能半场现在临近尾声了 这个2比0领先之后 防线多少有点松了 刚才这个球 曼佐吉在中间过渡以后 高速前差 没有人盯 这一下子空当就出来了 之前呢 右路 大连人的进攻摆好了 45度传 不管是曼佐吉还是炎向闯 你身边至少跟着一个人 传球的效率 就是不够高 刘豪王献军 上半场比赛 现在也是到了44分钟左右 临近尾声阶段了 这个进球 缩小了双方之间的 比分差距以后 看看对于大连人来讲 是不是能够打一针强心针 是一种世界上的鼓舞 吕鹏给边路 戴维森 何超 何超这球 传球的时机把握的不好 慢了一点 双方这段时间在场上 身体的对抗比较多 两边都有球员出现了倒地的情况 多少有点人仰马翻的感觉 整个上半时比赛呢 打到现在临近尾声阶段 从在场上的发挥来讲 客场作战的武汉三镇 要打得更好 前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都打得非常的耐心 然后地面的这种配合 两个边路的转移 做得很好 也通过这样的方式 获得了点球 并且呢 又拆解开了 大连人队中路的防守 但是大连人在进攻一端 最后的这六七分钟的时间 开始慢慢的找到了感觉 之前右路一直打 四十五度角的船中 四十五度角的船中 其实效果并不好 但是换到了左路 两个外援之间的配合 当特索涅夫和曼佐基 两个人在这一瞬间 对上点以后 精彩的进球就来了 上半场比赛 两分钟的伤停补食 裁判刚才也是给了 武汉三镇一个中场位置的 任意球 这球如果组织的得当的话呢 还能至少打一次进攻 包准一 这球给的不好 这完全球没有能够打起来 直接落到了大连人队的脚下 这种球如此大范围的 一个长传转一 你如果拿不准的话 其实莫不如打一个短传 让自己的队友 把球继续控在本方的半场 合潮往中间给 戴威森的过渡 特索涅夫 持续的控球 大连人队现在想要抓住 最后的上半场的这点时间 左路再打一攻 武汉三镇这边呢 也是吃一线掌一致 贺冠这边一直在贴身盯着特索涅夫 不让你把这个更好的传球送出来 大连人中路两个人的甲房 断下球篮 主裁派已经开始看表了 大连人是不是能够把这次进攻完成呢 好 并没有 进攻无法再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呢 当着主裁派吹响了双方 上半时比赛的结束上 上半时应该说双方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 客场作战的武汉三镇2比1的比分 暂时领先于大连人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再回到现场 来看一下双方下半时的比赛 稍后见 火针杯将继续凝聚所有球队和球迷的渴望 首先非常兴奋 马亚这么好的这个球场 然后终于来到新的球场 给我们营造的非常好的这个主场氛围了 所以在这个面对这个球门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有电动 大家都非常有电动 那热血的情练 它都在您的信念 为承诺这顶天 不断超越一切 四花球没有放弃 一路随随 我愿意赛一笔一笔一笔 看个泪 开视频 换个泪 刮着卷投去新手 大人只要向宇宙 Hallelujah 不放弃 怕什么给我脸守 Make some noise 无所谓就向前走 看起头 看个泪 就破坠卷头去现场 我不相信 我不信 记得走过来 也不怕思念 出个天然和挫败 不忽然前 飘地后到山更坏 超越期限 超越期限 让他们看好 再搞到山年的翻阅 眼睛吃完到处看 就不会胆怯团结 是我活生的战略 胜利者的开心 我让爱的感觉 大家相信自己的 我的目的就很明显 完全在生一切 不断超越期限 超越多难 每个人都没在买 都没在买 不不为 就向前走 看起头的右脚射满 有了 十几个 还有颜宇 这个球还输了 你会到吗 超越打出 加坡可一关 之后的第一个净球 又来了 菲莱尼停下来 菲莱尼 菲莱尼破门了 还是菲莱尼 菲莱尼这赛季的 第十一个进球 小泰山换人之后 场面是立竿见影 跑了算了 可能大家对我的固有印象 还是一个在强队 可能提不上比赛的一个 还是有印象 各位腾讯体育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星光足迹 我们本期节目 邀请了嘉宾巴顿 巴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天津金门虎的队员巴顿 然后我们现在给你准备了几张照片 然后想让你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 然后这个照片我拿给你 在哪找的你这照片 当然是互联网呀 来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想问你 谁出处是谁呀 出处 这张照片出处 你自己弄的 你觉得这张照片你应该出现在里面吗 不是我不想知道 不应该出现是足协杯冠军那个吗 屁的吗这个是 对 这谁屁啊 这是我们足协杯那年夺冠 更衣室 更衣室吗 你站的这个位置 应该本来有一个人 所以是谁 我估计啊 看这样子应该像是 跟你关系比较好的 估计有点 我看这样子应该像李磊 像磊哥一个人 这是你 最近一场球的那个 对这个是你人生当中收到的第一面景旗 第一面景旗 对没错没错 这景旗呢 这哪有球员收景旗的 就是 可是我发现你们球迷 其实对你们 就是喜爱的方式很不一样 他们特别爱搞笑 搞笑 就你觉得天津人自带这种相声的这种人 他们比如说他们干一件特正经的事 然后就弄得特搞笑 你这事真经吗 我觉得这是 不是 其实这个称号是正经的 但是他弄一紧旗就特搞笑 所以我这面景旗说干嘛 在家呢 我拿回去了 你挂家里还是挂队里 挂家里 挂家里 你当时开燃照给我看看 行 行 好 再来讲 这不是跟国安那种 是 这个是 这个是进球之后对吧 对 进球之后 做了一个这个动作 就是面对老人家的一个尊重 因为毕竟我在国安 就是从小到大 也十五六年的这个时间 其实比现在在队里的很多国安的球员 都是时间长 那也算是一个 就是国安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 那我 其实我想让你用 两个词语 就比如说 一个词语 就是一个词语 怎么形容你心目中的北京国安 然后另外一个词语 形容你心目中的平均计谋 北京我觉得就是局气吧 就是 有利有面 就是这种局气 有利有面 然后天津我觉得 天津有一种韧劲 我觉得就是 然后不服输吧 就是拼搏 其实从比赛里面也能看得出来 嗯 来天津这个城市三年了 我觉得 也希望能 看大家 其实也希望能 让更多的天津的朋友能够支持我 然后 因为我对天津这个城市 其实还是有挺大的这个归属感 那你自己就是觉得 就刚刚你自己也说了 就是感觉对自己比较重要的 你会不会觉得就在天津的这段时间 是你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多多少少上肯定是改变了我 就是 嗯 就改变了挺大的吧 就是这两年 因为 可能我 前两年比赛少的时候 可能不会出席到国家队这个平台 是 然后也很难去证明自己 各位腾讯体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再让我们一起回到大连苏玉湾专业足球场 来看一下大连人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的这场中超联赛第28轮的比赛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时比赛的直播当中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 大连人队1比2的比分目前暂时落后于武汉三镇 下半时比赛一上来 大连人这边就进行了两处的人员调整 19号王振澳现在是披挂上阵 另外40号博桑继棋在这个时候也准备替补上场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 其实前半个小时的时间 武汉三镇是掌握着场上的主动权的 他们在场上的传接球做的要更加的细腻 进攻也更加的多变 逐渐的去给大连人的后防线施以压力 最后压垮了大连人的防线 先是送出了一个点球 然后又是在中路的防守要冲出现了防守的失误 让戴维森抓住机会再下一场 但是大连人队呢 在半场结束之前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特索涅夫助攻慢左击 扳回了一场 这一下子就给今天的这场比赛 在下半时带来了更多的悬念 上半时比赛双方的控球率大连人35% 武汉三镇这边是65% 射门次数之比是2比7 要直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射门次数之比还是0比6 所以大连人其实在上半场比赛 临近尾声阶段的时候 打的还是打出了自己的进攻的水平的 所以看看进入到了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在场上追回一城的大连人 下半场的开局 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积极主动的进攻 武汉三镇这边呢也进行了换人的调整 下半时比赛一上来 他先是用张晓斌换下了21号合超 张晓斌这个赛季在中超联赛的比赛当中呢 25场比赛的出场 其中11场比赛是首发 有过一次助攻 博桑基棋上场换下的是武伟 传中球 上半时在这一侧呀 这种传中球 其实大家感觉看起来打的就很多了 呃 武伟当时就是在这一侧不断的通过传中球 想要去找曼佐基 想要去找颜向闯 来完成长传球的进攻组织 但是效果其实并不好 这球打到后点 哎大连人队的防守 这球处理的并不干净啊 三个球员面对来球的时候都出现了犹豫 这球稍有蹦跳差一点点 这球稍有蹦跳差一点点 黄传球 给他编络 长传球给他编路 带来人呃外位直接打九远射 这球位置打的稍稍的有一些正 来自于吕鹏 被对方的门叫刘电座 把这球直接报到了 40号博桑基奇 下半时比赛上来之后呢 肯定是要在进攻一端 有更多的加强 所以让博桑基奇 在这个时候披挂上阵 这个赛季博桑基奇 14场比赛的出场 7场首发 场均打了49分钟的时间 有一个助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脚球 这球直接打到了门前 这是大连人在这场比赛当中 所获得的第一个脚球 进攻的威胁并没有能够起到 大连人是朱挺 王振奥和博桑基奇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分别换下了商隐 贺宇鹏 还有乌伟 在中场还有边后卫的位置 都做了人员调整 这个球啊 在中场的这个位置 谢鹏飞打得有点随意了 球给到了边路 王振奥和博桑基奇 禁定能够起来 多桑基奇上来之后 在中后场两次去挑战高准毅 大连人下半时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他现在曼佐基图前 特索涅夫的位置往中间走 传中球改进去 这又有机会啊 收到中路的特索涅夫 准确地抢到了这个落点 就差一点点 所以武汉三镇的防守 并非是铁板一块 当大连人在下半时进攻一端 开始增派兵力的时候呢 也会有防守的漏洞出现 就看大连人能不能把握住 而同时武汉三镇 会不会在刚才的这个防守当中 有所警醒 在防守一端 有更多的注意力的增强 门巴往中间给特索涅夫 一脚传递 这球打的稍微都有点随意了 双方啊 今天这场比赛在场上呢 这个火气是可想而知的啊 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 尤其是对于大连人来讲 是宝级的关键之战 对双方在场上的这种身体对抗 肯定会不少 对于裁判组来说 在场上对这种尺度的把握 也非常的重要 穿重球再给进去 大连人这会儿进攻的状态 开始慢慢地上来了 给到对方后防线很大的压力 大连人这场执拥有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横向往中间转 在这个位置谢鹏飞 传中球 这球往中间给 在中路的这个位置上呢 有两名大连人队的防守球员 所以进攻的威胁 第一时间没打出来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这段时间呢 武汉三镇又把自己的进攻阵线给推上去了 带来人队的防守再次收缩到了本方半场的禁区前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万八 传中球 这球慢左击从后向前 想要第一点就拿到不太容易 但是他利用身体优势还是拿到了 传中球再给后点 刘剑座 这球出击的非常及时 把球稳稳的拿在了自己的手里 双方的传中次数13比4 传中的成功次数4比2 大连人在传中的这一项上打的要是更多一些 虽然有一次成功的把左路的传中球转化为了进球 但是还需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再加一把劲啊 好 这边武汉三镇要继续 换人调整了 五号朴至诸上 江志鹏被换下 谢鹏飞被换下 四号为师豪上 武汉三镇虽然在俱乐部高层的投资情况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但是他整个赛季的阵容 还是在后半段得以一个继续的保留 斯坦秋的离队肯定会给球队的进攻组织带来不小的影响 但是马尔康后半程回来了 然后另外他在亚冠的赛场上可以打五外援 然后整体武汉三镇的外援的班底还是保持了下 好的 这球给到严相闯的身前 严相闯形成了同球攻门 来看一下这个球啊 看看裁判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吹法 主理裁判艾坤这边也是马上第一时间就和视频助理裁判来进行交流 这球传球的时候严相闯是在越位的位置 然后邓寒文在他的身边进行一个贴身的盯防 这手术直接上去了 所以现在看啊 就看在这个进攻的时候 传中的那一瞬间严相闯的位置 从刚才的角度来看稍稍的是有一些越位的 现场的大连人的球迷也在用自己的喊声 在向裁判组去施加压力 期待着他们期待的判罚的出现 但确实是刚才第一时间给出的镜头就很明显的说明了 严相闯刚才在进攻当中是处在越位的位置 对我传球的一瞬间 严相闯已经越位了一个身位 裁判这边还是把球权给回到了武汉三镇 但双方在场上 这个攻防的架势其实已经拉开了 接下来半个小时多一点的这个比赛时间 我觉得可以期待这个比赛变得更加的精彩 而且这比赛的走势现在远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大连人对后场断球 满八 好的 这球满八的想法是不错的 但是传球的这个空间有点太小了 直接被对方的防守球员先伸一脚把这球破坏了 但是大连人博桑基奇这边的上抢做得非常的积极 接下来看博桑基奇怎么走 一对二这球调整过来已经不太好处理了 和桑基奇认为呢 对方回防的球员是对自己有犯规的 二十号高准意 对方回来看博桑基奇 这一轮呢 明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19点35分 是南童之云在主场对这上海生花的比赛 中超联赛的最后两轮是在10月29号 还有11月4号的下午同时开球的 第三轮就是倒数第三轮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轮 这还是要在几个比赛日的时间里分别来开球 好 这球大连人队有机会就是到了进区连续调整 最后打门的这一下稍显勉强 但是进攻没有结束 哎呀 曼巴呀 最后的这一脚打得略先操帅 其实我们看啊 博桑基奇这球顺着中间的这个孔当去插 然后呢 在边路替补上来的王真奥那切去接应 这个整个的配合的思路打得非常的好 最后就是对方的防守球员 在中路人数相对比较密集 把这球挡出去了 曼巴这球还是要打得再稳一些吧 所以对于大连人来讲呢 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你最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在这场主场作战的比赛当中 至少拿分 外围直接的打门 这球蹭了一下之后发生了偏转 刘电座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把这个球稳稳的抱在了自己的手中 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啊 这还是看不出来 刘电座受到国际足球比赛周之前 训练伤病的影响 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定 也成功地 elevator 打过来啊 如果预讯啊 同时以来 水灾 failed 下半时的比赛打了20分钟的时间 大连人在进攻一端呢 还是能够给对方施加一定的压力 但是现在怎么样能够让这种压力 有更多的连续性 这球曼巴犯规了 他的大胆上抢 但是丢失球权之后 也是不得已通过犯规的方式 来延缓对方反击的速度 大连人现在反击 看边路王赵抢先拿到了球 但是空间已经不多了 这球在中路慢左击 在对方的贴身防守之下摔倒 但是主台派示意人行 贴身的防守并没有犯规 贴身防守并没有犯规 学会知道这边呢 也是对于裁判组刚才的判法 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越是到比赛最后临近尾声阶段 确实每一个细节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资助比较 资助比赛 比赛打到将近70分钟 这边呢 主裁判还在和视频助理裁判组进行着沟通 再来查看一下刚才那个球的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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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远顶号往身后转 武汉三镇现在整体的阵型不退 还是把位置推到了中线附近 然后感受到压力交身后的队友 武汉三镇这边进攻来了 给到中间围着好 直接打门 这球打得很轻巧 武汉三镇过去的这段时间里 工作压力其实在往前打的时候 给到的并不是特别的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瞬间在边路的进攻 这很轻巧的一传 高准毅把球给到了中间 维时豪处在无人防守的这个位置上 打到70分钟 体能已经是一个平静期了 大连人防守端的注意力略微有一些下降 刚才维时豪刚上来的这个 哎哟 球进了 比赛打到71分钟 刚刚说大连人上一波的这个运动战防守 盯人就有问题 结果这个定位球 后点直接没人盯了 再看一下这个球 这给的点也是真好 高高跃起 就在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的夹防当中 抢到了第一落点 形成了破门 5号朴智珠 替补上来之后 有所斩获 武汉三阵又获得了两球的领先优势 武汉三阵又获得了一的 赛口 戴维森上半场的前半段 在中路的这个位置 表现的其实是很活跃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大连人队在中场的反抢 开始增强的时候 就是在禁区前沿的这个位置 戴维森现在没有办法 获得更多的这种空间 如果斯坦秋在的话 那斯坦秋在中前场的 进攻组织当中 他是核心 现在斯坦秋离队以后 作为球队进攻型的外援 而且能打进攻组织核心 这个位置的秋远 戴维森获得了更多的 这种进攻组织的权利 是什么 这种进攻组织的权利 这种进攻组织的权利 最后参加了 这种进攻组织的权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波桑基奇直接的一个跳船 李宗盛 被球直接掉到点球点附近 但是慢走机的身边 一直有对方的防守 球员在贴身的盯防 没有办法能够打出更好的一个效果 好 这边马尔康要上了 在进攻线上换下阿奇兹 75分钟 阿奇兹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完成了三次射门 打进了一个点球 看看吧 马尔康上来之后 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 效果是不是要比阿奇兹会更好一些 阿奇兹今天那个点球 确实帮助球队首开记录 但是呢 你现在在进攻线上 武汉三队需要的是一个支点 好像在这场比赛 比较长的时间里 阿奇兹并没有把这个支点的作用 更发挥的更好 马尔康这是大杀气啊 这场比赛是大杀气啊 阿奇兹也要遵守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双方还是在边路这个位置来回的争抢 这个球出球有一些草率了 尤其是在自己进区前沿出现了这样的丢球 武汉三城外围直接形成了一条大门 这条射门来自于维世豪 球最后是打偏了 但是大连人刚才后场的这个防守 确实显得略微的有一些慌乱 啊 外围直接又是一脚非常有威胁的远胜 来自于马尔康 刚上来之后再调整自己的脚感和状态 之后再调整个问题 这球直接给到后点 这边有机会 这球顺势射门 没有能够踢成部位球 直接打高了 这边有机会 这边有机会 这边武汉三镇再做人员调整 比赛打到八十分钟了 武汉三镇上了刘一鸣 这会儿开始更多的来去为 下周周中的压惯的比赛来流利 人行保护了一下 有点做把这个球直接拿到 下周周中的压力射门 下周周中的压力射门 马尔康 最后的这点时间呢 马尔康可能在进攻线上 所得到的支援 不见得会太多 武汉三镇最后的这几分钟 可能就是要以稳为主了 比赛已经是打到了八十二分钟 加上商厅补食的话 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刘一鸣上来之后呢 直接顶替了贺冠的位置 还是打在右中位的这个位置上 边罗 邓韩文一对三的突破 邓韩文连续摆脱防守 这球还是被大连人的防守权 捅了一下之后送出来了 大连人在前场 是不是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后场的长传球 刘电座这球出来了 但是有机会打满球 打偏了 哎呀 曼左击啊 这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黄金的机会 刘电座出击 但是没有能够控制住皮球 这球蹦跳了一下之后 还正好是落到了曼左击的脚下 并且他正向无人防守 哎呀 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 这太遗憾了 特索涅夫 这个传球 球弹向的是曼左击身侧的那一边 所以呢 这个会让 刘电座的出击 还有武汉三镇的防守球员 任航 都不太好处理这个球 但 虽然距离球门的位置比较远 但曼左击这个面对空门的打门 没有能够打进 还是比较遗憾的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天赐亮机 或者是对方拱手送给你的机会 大连人这场比赛得先取分呀 哎 这个犯规这是要吃牌的 本场比赛的主菜派艾坤 这场比赛在之前还没掏牌呢 红牌 红牌 直接罚下 高准一这球鲁莽了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威胁的位置 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处理 脚离地 两鞋钉的一个飞铲 你比分领先 在中场的边线的位置 你这种防守动作的意义何在 你现在对于武汉三镇来讲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你现在在场上要接下来的时间里 去面对少一人作战的局面 我们的球员啊 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 你踢着踢着 这就上头了吗 完全没有必要的一张红牌 这是就违背此时此刻足球形式的一张牌 现在大连人两球落后 但是在场上他们有人数的优势 就看最后的这点时间里 是不是能够在进攻一端 再加把劲 下半场的大多数时间呢 大连人有一定的攻势 但是这种攻势呢 一是没法持续 二是欠缺 最后致命一击的威胁 这场比赛 双方在之前啊 虽然有不少的身体对抗 然后也有球员倒地 但是总体都还是在体育的范围内 在足球的范围内 裁判也并没有更多的黄牌来出事 怎么搞准一突然间 刚才就是那个动作就上头了呢 现在高天面这边 也是在布置场上的位置的调长 还是要撤回一个人来补全防线 这球才怕也是出事了黄牌 慢走机在进攻线上 下半时打的还是比较有威胁的啊 任恒出事黄牌 武汉三镇这段时间 后防线上压力陡增 这会儿就看出朴志珠 利用脚球打进的那第三个球 是多么的关键 现在真就是一球的差距的话 武汉三镇的形势是极其糟糕的 赵建博换下了曼左机 费玉上场 在中场的位置 换下了吕鹏 最后的这点时间 大连人会把自己的进攻线 能派的人数全都派上去 大连人 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 接下来还剩下一刻一组的赛程 客场对阵梅州 主场对阵天津 两支球队呢 都排在积分榜中游的位置 所以就看大连人自己在斗志上啊 尤其是在基站树的细节上做的怎么样 你说武汉三镇这场比赛的斗志 那你按照大家之前脑补设定的这个剧本 他会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亚冠赛场 他是不是在中超赛场最后的这几轮 会有一定的轮换 但实际上真到场上之后 武汉三镇今天这场比赛 所表现出来的记载树的能力 并不是和一些球迷 我们脑补的剧本是一样的 大连人想要保级 必须要在最后的两轮的比赛当中 付出更多的努力 而且先要在这场比赛最后的这点时间 是不是在进攻一端 能够再打出一些有内容的东西 你如果这场输球的话 主动权先是一半落到了南通的手中 看明天晚上南通和生花的比赛 打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南通如果输球还维持现在的局面不变 南通如果拿分主动权就一主了 比赛已经是来到了90分钟 戴维森和博森基奇刚才在争夺这个球权的时候 对抗的强度也是比较高 武汉三镇这边的这场比赛打完之后 24号将会在主场亚冠联赛的比赛当中对阵河内 打河内是背靠背的两场比赛 武汉三镇要争取获得队史上亚冠联赛的首胜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看球队怎么把握 特索涅夫这个热球选择了直接打门 有点着急 球最后打高了 武汉三镇在中超联赛当中还剩下的两个对手 是深圳和长处亚泰 10月29号的时候将会在主场来对阵深圳 然后11月4号会对阵长处亚泰是客场 双方的设阵11比4 设门11比4 设阵也就只相差一个5比6 下半时的比赛 双方在场上更多的还是打出了一个55开的这样的局面 当然武汉三镇这边很没有必要吃到的红盘 也让最后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 自己球队在场上的形势相对的比较被动 马尔康现在都得是攻防两端来回跑了 好在下半场替补上场 他的体能是很充沛的 好在下半场替补上场 特索涅夫这球给到中路 这球其实前差队员如果速度再稍稍快一点的话 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 邓汉文 在后场把这球控制下来 戴维森前场反抢下来之后 一对二在中场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把球拿在自己的脚下 这球是费玉手上有犯规的动作 这是黄牌的动作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直接把对方的这次进攻终结 但是你这样时间又消耗了一些 武汉三镇少一人的情况下 他中场拿球持球还是很有策略 这次进攻终结构 六分钟的商庭捕食 现在也已经是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 呼喊三阵队这边前场 底线位置的任意球 马尔康这就角旗附近 把球直接护住 碰碰跳跳 对方把球挡出边线 再获得球权 基本上最后的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消耗殆尽 武汉三阵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现在应该已经是盖棺定论 大连人虽然在这场比赛上半时的 后一段时间里打尽了精彩的进球 而且在进攻一端 也有更加积极的这种表现 但确实能力还是最后决定了 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后的胜负走势 后防线上上半时所出现的几次漏洞 包括下半时比赛 当对方进行人员调整 前后你在防守盯人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都有漏洞 这场比赛你等于武汉三阵所获得的 破门得分的这几个机会 全都是大连人的球员主动送 你这样的话 你再在进攻线上付出多少的努力 后防线上这坑田不平 也没有办法去拿到一个理想的结果 这样的话主裁判艾坤吹响了 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武汉三阵在客场 最终3比1的比分击败了大连人 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而对于大连人来讲 你现在看曼佐基的这个表情 不知道他的伤情怎么样 一周之后要对阵梅州 然后11月4号主场来对阵天津 是否能够完成保级的目标 现在不太好说 确实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还是要关注明天晚上 南通之云对阵上海生花的比赛 看看那支后主动权 到底掌握在哪支球队的手中 好 这场比赛的转播 我们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 感谢球迷朋友们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腾讯体育 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 中超联赛的转播 谢谢大家 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评价一下本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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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为了感谢所有伍 所有人来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知道 这不是很简单的比赛 我们在做这些比赛 我们在家里 我们希望能够赚 给我们一个好处 我们在做这些比赛 我们都失败了 我们完全是决定的 首先我要再次感谢一下 就是在寒冷的这一天 然后到场的所有的球迷 包括在场外的球迷 给我们的支持 我要感谢一下大家对我们球队的 这个关系以及支持 球队呢这场球呢 肯定是想全力以赴的拿下来的 然后我们在大连 为了准备这场比赛呢 也练得很辛苦 这场比赛大伙也全力以赴了 很遗憾的是呢 这场球就是没有赢下来 也像我们之前想的 这肯定不是一场 非常好踢的比赛 所以说这场球 还是比较遗憾的 我认为 好的 谢谢 请评价一下本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比赛 我现在比赛的比赛 比赛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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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兴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他很久没有在球场上踢了 因为上了一段时间 就这些 比赛的比赛 终于都得来 终于都带下了 这场胶 反正片 移民 编续